好 那就一開始就先創一個模型 選擇Primitive 然後Create 調整參數按Create 然後就開一個新的材質之後 要確定有選擇到你的模型之後 再選擇你要的材質 然後就從選擇 然後Set Material to Faces 然後就把材質設定到這個模型上面 這時候改你的材質的顏色 也可以大概改一下 模型的顏色 因為為了要用UV的話 所以我們不調整顏色 就大概 用它預設值 那現在 再從UV的選項 就可以開始調整你的UV 像這個就代表 你的UV已經先 展開過了 它 會自動 Primitive 會自動展開一些比較簡單的UV 那你 就可以把它匯出 調整適當 你要的UV材質大小 然後為了便利方便 要選那個有Alpha Channel的配件進去 然後 隨便給檔名給它儲存 有時候就用隨便一個揮圖軟體 然後就會開啟你會出的UV隔線 那你可以在上面做編輯 編輯完成之後 儲存 然後再到你的材質裡面 指定你的 剛揮出去的圖 然後 然後 你的模型就會有材質 大概 流程就是這個樣子 當你的模型變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需要其他的工具來存你的UV模型 因為 因為 UV的 資料 當你模型經過 經過一些編輯 變成橢圓形 或增加其他 如果其他連連腳腳的東西的話 你的UV可能就會 就會 需要做一些其他額外處理 就變比較麻煩 那你可能真的就 要手動去 一點一點處理你的 UV位置 OK 差不多這樣 好 這邊 剛剛我想畫家 先做好一張圖